以色列总理想在下个月访华 希望中国帮助推进沙蚁关系正常化 看来美国解决不了的问题 还得是中国 这透露出什么信号呢 大家好,我是吕哲 自从今年沙特拉伯和伊朗两国 在咱的帮助下达成了世纪性的和解之后 中国在中东布局可以说 是不仅打开了全新局面 更是屡功屡胜 前不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刚来访华 希望中国能够在巴以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现在阿巴斯前脚刚走 就有消息说 以色列总理也要来访华了 根据以色列媒体透露的消息 其国内消息人士透露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个月来访问中国 同时还特别提醒了一句是什么 说由于中国近期在中东地区的活动有所加强 从以色列本国利益出发 内塔尼亚胡有必要对中国进行访问 而就在这一消息传出之后 拜登政府就明确表示称 在短期之内都不会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 因此以色列国内认为 以色列不应该守着一个等不到的访问邀请而坐以待毙 而应该同时进行其他工作 中国便是以色列对美国失去耐心之后的最优选择 其实即便没有对美国失望 对于以色列而言 中国同样是他最优的选择 咱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我们都知道 内塔尼亚胡想访问中国的一个动机是什么 很显然他和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 有着相似的出发点 就是希望中国能够助推沙特和以色列关系走向正常化 说到沙以关系正常化 其实就是美国一直以来想要推动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以色列为什么不靠美国找上中国呢 说到底还不是因为美国解决不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尽管拜登政府并未邀请以色列总理访美 但是布林肯倒是在月初的时候去了趟沙特 聊的就是沙以正常化这事 不过当时沙特方面是直接回绝了 沙特外交大臣更直言 想要沙以关系正常化也不是不行 但前提是以色列得和巴勒斯坦坐下来谈明白 要实现巴勒斯坦地区和平沙以关系 必须先要正常化才行 那话又说回来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有可能和解吗 这事还要看谁来办 如果是美国呢 显然是没什么可能 先不说美国压根就不想真心解决这个地区冲突问题 就看以色列现在都不相信美国能发挥什么作用了 就从沙特方面来说 也同样支持中国推进和谈中发挥重要作用 而不是指望着美国 话说到这大家就明白了 对于巴勒斯坦来说 想要解决巴以冲突问题 对以色列来说 想要实现和沙特关系的正常化 而巴勒斯坦 以色列 沙特这三角关系中 那以色列还是需要首先解决巴勒斯坦的这个问题 才能放眼全球 所以要发挥作用的也只有中国了 今年3月份 沙特和伊朗断交7年之后 在中国的斡旋下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 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大国责任感和大国实力的同时 也真真切切的吸引到中东地区恩怨已久的这些国家意图改变现在敌对的状态 多年以来 中国在巴勒斯坦奔走相告的呼吁 也蒙受了不少冷嘲热讽 认为我们只会呼吁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现在 如果说阿巴斯以前的到访 中国打出的是中东布局上的最后一拳 那么现在 以色列总理的访华就是这一拳见效的时刻 当下 巴以问题包括沙以的关系正常化 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立竿见影的事 但同样的 问题能否一次性解决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世界已经做出了选择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一拳之下 慢慢发生改变的 好 今天的观察就是这样 下期再见